哈囉大家好我是姜美甲的親切老師 今天手把手教老婆使用暈奶液畫出玫瑰花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進行操作 我們一個奶油色打底 那我們奶油色打底要打兩次喔 打完之後呢我使用這個NATIS的霧面上層 然後把它上好之後要照60秒 那60秒照完之後我們拿出來 就直接使用我們的暈奶液 那這次我使用的是01號的暈奶液 那我們就是像這樣子不規則的繞圈 那一圈一圈的去繞 這樣子把玫瑰花的行動也做出來 那使用暈奶液操作這個款式是非常快速的 一下子我們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我們的中間就是去這樣疊加繼續疊 那如果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點讚訂閱關注我 謝謝大家 那我這個暈奶液使用的是美甲先生的暈奶液 它的刷頭很特別非常細細的 像線筆一樣 那這部分我們是特別的喜歡 所以它在操作一些細節上面來講的話 就特別的容易 就不用特別畫成筆去做操作 然後接著使用一些透明的暈奶液 包入一些想要暈開的地方 做一些過度 然後中間的地方也可以弄一下 這樣讓它的層次感會更好一點 那這部分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沉浸式的看一下怎麼去操作 那這支美甲先生我包套了一整套的暈奶液 因為選不出來而且沒有買過 所以就一次買一整套 那陸陸續續會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每一個顏色 那會做什麼樣的操作 到時候再拍視頻給大家分享 那這一次我就寫我們的 第1號跟它的 一個今天是10號的藍 這個是綠色 然後直接這樣子做葉子 真的是很方便很快速 那這樣子做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水彩的效果有水彩的感覺 那越來越有越來越的效果 那接著我們就上風塵 就完成這個作品啦 對我們現在就完成這個作品 要準備欣賞一下作品啦 我是Iris 關注我 沒假的路不迷路喔